大家好,我是阿柴 关于这套在线学习系统估计各位有很多疑问 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网站用到了哪些核心部件 这个网站用的是Wordpress系统 Wordpress是免费开源的 但是Wordpress它只是一个基础 搭建一个完整的网站还需要很多上层建筑 另外搭建这个网站和我以往分享的那些建筑方式不同 这次没有采用付费主题 以前做过Avada主题教程 Besim主题教程 还有Newspaper主题教程 这些主题都是付费主题很强大 每个主题60美元 这次这个网站使用了免费主题叫Ostra 这款主题有免费版也有付费版 根据购用原则 免费版虽然功能少了点 但是够用 一般付费主题 比如Avada主题 Besim主题 它们都自带一个编辑器 这次这个网站使用了一个叫Elementor的编辑器 这款编辑器有免费版也有付费版 根据购用原则 免费版虽然功能少了点 但是够用了 这个网站的核心是在线教育 课程系统是重点 必不可少 Wordpress的LMS插件有很多 这个LMS它的全称是学习管理系统 这种学习管理系统的付费插件有很多 比如知名的叫Learning Dash 免费的LMS系统也不少 比如LearnPrice 我选择的是一款叫TutorLMS的插件 这款插件有免费版也有付费版 还是根据购用原则 它的免费版功能虽然少 但是也够用了 大家看到了我用了这么多的免费的东西 我倒不是为了免费而免费 也不是对免费很执着 我卖课程也能赚钱 适当的花点钱买个插件或者主题什么的 也合情合理 毕竟这些产品都不算贵 比如Tutor这个插件 它的付费版有按年付费的 一年是149美元 也可以买断 终身买断的价格是399美元 但是我的需求免费版就够用了 当时我在选型的时候 我多次和Tutor的官方客服沟通核心细节 客服说免费版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其实免费版也有很多功能 有一些功能我都用不到 比如Tutor可以让老师入住网站 老师们可以在我搭建的这个网站上卖课程 然后提现 这些功能都被我关掉了 Tutor付费版那些扩展插件买了也用不到 涂增成本 虽然这个网站用到了Elementor编辑器 还有Astra主题 还有TutorLMS 但是只用到了这些程序的一部分功能 课程只会介绍用到的这部分 不会把Elementor所有的界面 每一个选项逐个讲解 这门课重在讲解解决方案 用最简单的方式 免费的方式 快速的方式 搭建一个可用的在线教育视频网站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儿 下节课继续分享另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不做线上购买和支付 我们下集见